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位讲述者的工作就跟老年人有关 他是一位有过六年工作经验的社工 他说作为一个社工不仅是对父母 哪怕是对同龄人解释自己的工作都是一场噩梦 我叫王杜 今年是有30岁了 我之前是做了六年的社工 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广州开始做 2011年社工行业是大跃进大发展 就很多社工机构就成立 因为政府是有这个给钱 政府给钱来扶持社工机构 社工的话全称就是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他是起源于西方那一边 才有几百年的历史 然后现在在香港啊台湾这些地方 发展的比较成熟 像香港的话60年代开始 然后到现在发展出非常完善专业的系统 那像我们看香港的TVB电视剧里面 经常有社工的这个影子 不过内地的话呢 对这个职业就还没有什么了解的 像广州珠三角这一边 那最开始0809年那时候去香港那边学习 然后说回来说要推广这个社工行业 广州主要还是做这个社区服务的 那像我们在社区服务的对象呢 一般会分成几大块 比如说我主要是做老年人的 那有些同事做青少年 或者做残疾人 那像我做老年人的话 那最终目标是希望说服务这个是需要老年人 让他们他们一些困难的可以得到帮助 那有一些他不一定有什么困难 但是老年的生活他需要 比如说他需要有很多的一个发展性的服务 然后不同社区的情况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一开始服务的社区 他其实蛮有钱的 蛮有钱的话那些老人家最喜欢的 其实就是出来学学电脑啊 做这一工啊这种活动 后来去的社区呢 是贫富差距非常大的 其中有一个小区是保障性住房小区 那就非常多了 那种独居孤寡低保贫困的这些长者 比如说我之前服务的 我有好几个个案都是跟了 可能是一年两年就跟很久的 那因为他们的情况是需要长期去跟进的 那就比如说啊印象最深的那一个就当时中兴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跟就是因为他是他就是那个盲人嘛 因为他是商务姑寡那他的名单呢是出现在居委那边的那我是社工我要对我辖区内所有能够找到的这些低保啊商务姑寡的长者我都要了解最起码我都要上门去看过一次那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我就拍门拍门 他住的那个小区 楼的环境其实还不错了 因为是保障性政府建的保障性住房小区 就环境很好的就有花园啊 二三十层的那种很新的楼盘 就外面的环境看起来都很好的 然后就拍拍拍 后面终于有人来开了 开门一看 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壮的一个老年人 然后满脸身上脏的要死 那脸又很黑 胡子拉扎的 穿一条内裤 然后穿一件很破的一个T恤 他看不到 然后他就会问谁啊 就很不耐烦 很暴躁的一种声音 他说话是很经常是用很暴躁的一个态度的 因为他自己性格是这样子 他一个人住 但是他照顾不了自己 他走路都成问题 他走路跌跌撞撞的 经常摔的 然后呢 他的卫生习惯也非常的不好 他会在家里到处拉屎 因为他肠胃不好 那从他的卧室走到厕所那一段路 他又是盲人看不到 他可能要走好几分钟 那肠胃不好的话 非常容易拉肚子 没等他走到他就已经拉了 那拉了之后呢 他习惯不好 他可能就随手一摸 总之很恶心的 那我去到他家的时候 就是满墙满地都是那些东西 那些排泄物 是很恶心的 因为我是闻不到的 这是我的一个生理特质 就是我的嗅觉是天生是很差的 他几乎快要失灵了 如果有残疾症 我应该可以领到一级 我闻不到 那我就可以在那里待比较久的时间 然后跟他聊 但是实际上他 他对人没什么戒心 就不管是谁去看望他 他不管你是谁的 他就说 哦 社区来的 带我看医生是不是 他可能就不管你了 然后你说不是啊什么的 但是他可能就不管你 他不怎么跟人聊天 他好像你去他家 因为他家里很空 一房一厅嘛 那大厅就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卧室就一张床 一个小柜子 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生活是过得非常的随便 或说非常的 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 他吃饭呢 是煮那个腊肠饭 就是用一个很快生锈了 很旧的一个电饭锅 很小电饭锅 然后煮那个腊肠饭 就把米放进去 然后把两根腊肠扔进去 然后插电 然后这样就是腊肠饭了 就基本上天天吃这个 但是你开他那个米箱 他那个米箱 一开 腊肠就搁在上面嘛 一开 那个米都是有虫子啊 发霉啊那样子 他可能 自己都不知道的 他可能没有感觉 自己都不知道 他就天天吃这些东西 那打肠胃就会不好了 又没有青菜水果 那他妹妹可能就十天半个月 才来看他一次 给他带一点吃的 那他是没有人照顾的 就生活在一种 你觉得不是一个正常 或者不是一个 一个人该有的那种生活 然后非常的 好像随时 可能真的是随时 就死在家里 是没人知道的 这样子 后面就要花很多时间 去想的说去改善 他的一个生活 然后跟他的妹妹 还有一个妹妹 他的妹妹聊 其他同事就不行了 其他同事去那里五分钟 然后就要吐了 所以后面这个看 就只能我跟 然后我就跟了很久 因为像他这种情况 其实最好是 送他去养老院 这种算是重度残疾 那按照政策的话 其实是可以送他去 那个公办的养老院的 就政府有出钱托管 但他不肯去养老院 他就想着说 一好他的眼睛 他对一好他的眼睛 有一种几十年来的 这个执念 整天说来说 就那么几句话 去看一下眼睛之类的 那很多资料是 从他妹妹那里得来的 就说他十几岁的时候 十六岁吧 在工厂里面 然后因为去救火 救火把眼睛给 那个弄瞎了 那一开始没有全瞎 但是也是慢慢就看不见 那在慢慢看不见 这个过程之中呢 他又去坐过牢 因为说什么 说他在公园门口 跟人家赌博 然后就被抓了 可能那时候 估计是七八十年代吧 可能又遇上了严打之类的 然后就去坐了两年牢 整个的人生 就这样慢慢一路走下坡路 本来是一个救火英雄 觉得说大家应该照顾他 尊敬他之类的 但是你看 慢慢看不到了 那工作也就不能做了 然后又去坐牢 坐完牢出来之后 依然是 他自己心态也没有调整过来 就是 但是对他来说 应该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人生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这个脾气会越来越差 他很暴躁了 然后甚至可能会打你 社会工作是一项福利事业 它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当地政府 各个社工机构 相当于是承接政府项目的乙方 而社工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那些 生活中遇到困难的群体和个人 强化或者恢复他们的能力 让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社工在工作中有所谓的三大手法 一是个案 二是小组 三是社区 所谓个案是针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人 像这位盲人老先生 就是王渡当时服务的一位案主 在这个案子里 因为老先生拒绝去养老院 王渡只能想其他的办法来改善他的生活 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因为老人是三无孤寡 王渡就帮他申请了社区内老人饭堂的免费餐 每天安排一个义工去给他送两次饭 然后王渡还请了专门的养老院护工 每星期两到三次去到老人的家里 帮他打扫房间 洗衣服 洗澡 剪头发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 王渡每个星期都要上门 或者去打电话 看看老人的情况 后来老人的情况慢慢有了好转 除了偶尔遇到特殊情况需要紧急上门之外 老人也算是过上了比较安稳的生活 他这个过程中 他有时候他想去医院 但是他去医院的话呢 是就会很麻烦 因为他他以前住过很多次医院的 因为他一直想看好眼睛嘛 但他去到医院那里呢 是他就大喊大叫 他总是想找某一个医生 他记得某一个医生 觉得他可以医好眼睛 但人家说没有这个医生 他在那里就不听话 也是跟在家一样 就抽烟啊 土壇啊 大小便啊 等等 那把医院搞得很痛苦 医院就恨不得把他遣送回来 有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 就医院打电话给我说 那个人跑到我们这里来了 你那个你是不是那个街道的 什么之类的 快点把他接走啊 什么的 就要想办法跟他妹妹 从他医院把他给接回来 他基本上是出不了门 但他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的 跌跌撞撞出了门 然后真的就找到了那个医院 然后就去那里上几天 把那里搞得鸡背狗跳的 最后的话是他又摔倒了 他的身体又越来越虚弱 后面就真的是 他妹妹就真的是 把他送去了那个医院 然后就在里面去世了 因为我自己的话是 比较理性一些的 因为做老年的工作 后面做很多那些困境长者 真的是有很多 我数一数可能 可能都可能有五六个 甚至更多 就是跟我走得很近 然后我跟进他的个案 但是后面他去世了 我们社工是强调这个同理心的 有一些新住行的年轻人 他会觉得说 我来做这个是因为 我很有爱心 我们说的是同理心 不同点在哪里呢 同理心要求我们去理解 服务对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 你要把自己也 搬到他那里 就比如说你理解他 现在很伤心 你可以陪伴他 你可以抱抱他等等 但是你不能让自己的情绪 就这样子跟着他走 你不能他很伤心了 我也很伤心了 然后到最后 你哭得比他还大声 那这样是不行的 专业伦理规范要求 我们跟他保持一个 专业上的关系 你可以类似想象成 比如说心理自行师 跟他的一个客人 跟他的病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份职业 那其实更加强调的是 你要能够把事情做好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 20世纪初 社会工作就已经逐渐的专业化了 高校里都设立了 社会工作的相关专业 教学生科学有效率地 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在中国 从1988年开始 社会工作专业 也作为社会学学科的 一个分支出现了 王渡所服务的社区 至少有几百户的 独居孤寡老人 只是情况不会都那么糟 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独居老人会遇到的问题 也越来越多 这是每一个人 都不得不面对的 非常棘手的问题 无论你年轻的时候 多么能干或者是富有 年老的时候独居在家 最大的愿望 就是生活中能有人陪伴 每天早中晚 能吃口热饭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人 比如说他可能 家庭环境很好 家里有钱 那子女也有钱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人住 就比如说 我会遇到一个阿姨 是这样子的 她70多岁 然后他心脏不太好 但是他子女又住得远 家里环境是OK的 就蛮有钱的 但是因为他一个人住 然后他整天就会担心 他会很害怕 很多老玩家会有这种 尤其是独居 或者是两个老玩家 一起住的这种空巢 他会有这种担心 他会觉得说 万一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晚上突然生病 没有人在旁边 没有人可以帮忙 叫个救护车 这个阿姨就会怎么样呢 他就会好多次就跟我说 他叫我帮忙 帮忙找一个人 介绍个年轻人 男女无所谓 跟他一起住 他那里家里三房一厅 他自己住一个房间 那还有两个房间嘛 你帮我找个年轻的 你的同事也行啊 你也行啊 然后来跟我一起住 不收房租的 不收房租的 也不用做家务的 想要上网是不是 我可以拉网线 只要一起住就可以了 不用干什么的 他要的就是说 比如说晚上可能生病啊 然后有人帮他打个电话 叫救护车 有人在旁边看 其实他要的就是这种安全感 然后就老是来找我 说这个问题 我有一些其他的社工朋友 他们在其他社区的 后面发现 他们也有遇到这样的老人 然后觉得好好玩啊 然后我们就整天在考虑 要不要真的去他家里住啊 可以省房租 不过我们是不能做这个事情的 我也真的帮他去问我 一些在广州的年轻朋友 现在有个这样一个阿姨 你要不要去住一下 他们不要不要 因为年轻人会有自己的顾虑啊 是不是 好像跟去到家里住 好像责任很大一样 不去不去 所以这种一般他是找不到的 但是他最后怎么样呢 他自己花钱去找了一个阿姨 40多岁的阿姨 真的就是一个月给他1000多块钱 然后那阿姨真的也是什么都不干 就晚上的时候去跟他一起住一下而已 然后那个阿姨还嫌钱少 还要他加工资 他跟我说的时候 他就说 哎 没办法了 然后他也给他加工资 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老人家 也是他们那小区的 我不是说我们那个 我后来服务那个社区平复差距很大吗 他们那小区就是有钱的小区 就以前他们是 很多以前这个 他们学历也高了 工作也好了 可能是公务员之类的 那有一个阿姨 阿伯吧 差不多有80岁了 那他每天干嘛呢 那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早上可能10点多 他就从他们小区一个人走路过来 走大概20分钟 那段路其实年轻人走可能10分钟走完 那他自己要走的慢一点嘛 老人人走路会慢很多 然后走20分钟 然后来到我们中心 来了之后呢 他就看报纸 看完几份报纸 11点半了 然后差不多可以吃饭了 那我们中心的老安饭堂嘛 8块钱两菜 两肉一菜一汤 吃饭 吃完饭呢 休息一下 可能12点半 看的差不多了 再做一下 然后就回家 回家之后可能就看看电视 他以前是做什么呢 他以前是那个做地质勘探的 就是全国各处跑去找矿的 就听起来是很好玩的工作的 所以很有见识 看起来你甚至会觉得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说普通话的 因为他可能本来是北方人 那来广州几十年也不会说白话 但是他年纪又大了 那他可能其他东西他也做不了 他就每天的生活就变成就只有来这里吃顿饭 然后回去又继续看报纸看电视 那他日常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愿望是 蔡英老师跟我说 他说你们能不能跟上面领导说一下 把那个老人饭堂 在我们小区也开一个老人饭堂 这样他就不用每天走那么远了嘛 他觉得每天最辛苦就是走这一段路 来二十分钟 去可能又二十分钟 最辛苦了 他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这一个 然后他就开始写这个申请 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交给我 然后他自己又跟几个他们小区老人人又一起 大家签名 集体签名 然后就送去局委 送去哪里 就忙了忙去就是忙这个 就是你就觉得说 其实好像你年轻的时候 好像怎么怎么微都没有用了 你到老的时候 其实你最大的心愿就是 不用走那么远去吃饭 年老除了对生活要求的妥协 还意味着失去对身体的控制 王渡说 随着人的衰老 身体的风险是呈指数级上升的 有时是一个意外 有时毫无征兆 老人家的身体心智状况 突然间断牙式衰退 变化快得令人催不及防 婴儿拉的叫爸爸 父母会乐呵呵的给擦干净 但是老人拉在裤子里 有多少子女能做到不皱一下眉头呢 至于那些没有子女的老人 可能更难在晚年保持体面和尊严 我之前跟的那个他是 他没有家人照顾了 因为是丧无故瓜嘛 然后又是因为这个血管问题 路都走不了 膝盖有问题 路都走不了 那他真的就只是在 在家里的话就只能 用双手走路了 就是挪着自己 用双手撑地 然后 然后屁股下垫一个小凳子 然后挪着自己走 也不用指望煮饭了 然后就只能叫外卖咯 那后面就要想办法 首先看能不能医啊 能不能先把先把脚给医好 但也不容易医好嘛 因为他毕竟年纪大了 这种血管问题 你真的是不好恢复的 他在家里又经常容易 比如说他 白天或者晚上突然间 虽然屁股下面垫个小凳子 那他挪的时候 可能突然间啪 就摔在地上了 就啪在地上了 那他起不来 他连支撑自己做的都起不来了 他然后他就试过 真的就是趴在地上 趴了一晚上 然后一直喊救命 他喊着喊着会睡着的 因为没有力气了嘛 但是可能就睡睡醒醒 睡觉醒醒 然后第二天接着喊 可能到第二天的时候 终于有邻居 可能又路过又什么样 然后就发现 知道他在里面摔了 就赶紧打电话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出动了 一般人家会通知警察 或者通知居委 然后人家又通知我们 然后就大家一大多元出动 然后又打电话给消防 然后就破门而住 把他扶起来 看起来要不要送医院 在那个数据发生 好多次这样的事情 就老人家在家摔倒 然后最后你就要请消防了 破开那个门了 好多这种 疾病对于老人来说 那是基本上大家都会遇到嘛 这个老人他都知道的 那老人人遇到最多的 其实是慢性病 就比如说高血压啦 糖尿病啊 这些 每天都要吃药控制的 基本上你问十个老人 可能九个都有 最后都有这些慢性病 他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只要那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话 就会习惯的 但是有一些病的话呢 是比如说突然间是疾病 就很急 然后很严重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老人家 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冲击 他会接受不了 听到这里 你可能有点心里发凉了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的老人心态比较好 身上没有大病 每天都活得很开心 很有活力 王渡所在的社工组织 也会专门为老人家组织 各种各样的活动 几年下来 他们还发展出了一个 师奶医工团 日常活跃的有四五十人 有一些老人会给人这种 很有活力 很开心的这种感觉 一般这样的老人 就很有活力的老人 他就会很 一般是女性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你会发现 就是女性呢 到老了之后 他依然是会很活跃 六七十岁 一般是这个年龄 他们就会很积极的 出来做义工 他们一开始可能只是 出来参加活动 出来唱唱歌 跳跳舞 跟他们混熟了 这个时候就跟他说 这个阿姨 我们下个星期去 探望那些独序老人 好不好 帮忙做一下义工 行不行 他说行 通常他们说行的时候 是一呼百应的 就是他们就 哎 你也去了 好好好 去去去 一群阿姨就跟着去 一群阿姨就留下来做义工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 有一个特别活跃的阿姨 我们叫她那个方姨的 60多岁 他基本上呢 活跃到什么程度呢 活跃到跟我们一样 就好像上班一样 每天早上就八九点就来 然后可能下午呢 四五点才走 就天天来中心 然后看一下 哪里要帮忙啊 之前台是吧 执一下前台啊 接待一下居民啊 谁要报名啊 他就登记 谁要找哪个社工啊 他就带你去 这个周末有没有探访啊 有有有 那就报名去做探访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义工活动 他都参加 就整天很热情很热情 然后去到呢 那个社区里面跟那些老人家聊 他也60多岁 人家也六七十 那就一大堆话聊啊 就如果你带他去探访呢 基本上就没有你说话的份了 因为他就他说话的频率啊 说话的又又多又快 你就根本就没有时间啊 没有这个机会跟人家聊了 全变成他聊啊 然后啊 行啊 时间差不多了 一个钟来 走啦 放一 走走了 就要把他拉走 然后他每年这样攒下来呢 可能每年攒个一两百小时的这个义工时数 他的义工时数呢 经常就是排名第一啊 因为真的是天天都来 上班一样 整天就拿五星级义工 然后去到市的层面去领奖啊 也是拿什么金牌义工之类的 然后就会有人来采访啊 就整天过得很开心 就其实你做老人服务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百种啊 甚至更多种这个人生 然后看到他们的终点 各种各样的人生 到最后的话 不管他有钱没钱都好 到最后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一种 很无力 或者说很无奈的一种状况 会让你觉得说啊 老了之后 这个生活啊 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困境 当然不仅是广州 在全国范围内 养老都是一个挺严峻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经济水平比较好的城市 都在探索社区养老的可能性 到2018年年底为止 北京已经建成了680家养老驿站 但北京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 都已经300多万了 几百家驿站显然是不够的 也不仅是关于养老 内地的社工发展普遍非常落后 中国目前持正的社工 大约是44万人 以目前的人口比例算 相当于1万个人当中 只有3个社工 而在香港 注册社工有2.3万人 也就是每320个人 就有一位社工 王渡说这就是为什么TVB的剧中 经常出现社工的身影 而内地哪怕是北上广深 社工行业最发达的城市 不关注新闻 你都感觉不到社工的存在 王渡做社工的这几年 目睹了很多同事的离开 最终六年后 他也辞职了 他说离开的原因可以有很多 对普遍的不外乎是工资不高 竞争通道窄 社会认同低 难以获得成就感 以及最容易出现的职业倦怠 其实越到后面一两年 就是会有想辞职这种念头 就会经常冒出来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去到 后来那个社区 我们是白手起家 就我们从零开始 几个人 后来慢慢多了一点同事 后来20个人了 整个服务体系呢 慢慢的搭建起来 可能用两三年的时间 做了很多很多的项目 到后面我一个人 可能又跟十几个项目 做很多事情 但是到后面你就觉得 越到后来就觉得说 好像做了事情 好像就到了那个天花板了 到了那个程度了 好像你不能再做的更多 不能再做的更好了 你每一年好像就是在重复 人会有那种疲惫感 会有那种无力感 当然你很希望有一种突破 但是因为你自己的 比如说能力的原因 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 再变得更厉害 然后有环境的原因 就比如说你 人手就这么多 因为我比如说 我们整个社区 它很大 然后它有一万多的老玩家 但是我们真正做老年服务的 可能只有两三个同事 但是我们要做这么多 你又不可能增加人手 因为政府给的钱就那么多 然后你还要应付一大堆指标 因为政府给你规定了一大堆指标 对中性来说 其实指标有时候甚至是更重要的 一般社工的话 它的一个离职率 它的一个流动率 可能是有百分之十几 整个广州市 甚至可能有些去到百分之二十 甚至更高 就每一年 但是大家离开的原因都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个阿姨说 我感觉你们就是来这里历练的 历练两年就走了 才会有这种说法 对因为对很多 做这份工作的话 很多是年轻人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就毕业一两年或者几年的 那个流动率其实还真的是蛮高的 大的方面来讲 其实大家主要是因为这个工资不会很高 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 然后刚毕业的时候第一年是有三千多一点 后面我做到第五年的话 那时候做了这个领域的这个组长 就老年这个领域的这个组长 那那个时候工临各方加起来 大概是去到五千多一点 我们以前请过一个香港督导的 然后他来给我们讲课 他自己就说 他跟我们机构那个理事长说 哎呀 你问我怎么流出社工三个字 加人工就加工资 就这么简单 因为比如说你说像香港社工他们的起薪 各方面就会高很多 尤其香港社工他们以前改革之前 他们的这个薪资水平是相当高的 现在的话起薪应该 毕业生起薪应该也有1万多港币 还是2万港币 反正是高很多的 那内地的话大部分像广州深圳已经算好的了 深圳那边公司又会更高一些 但是一般就不会太高 那对年轻人来说 你可能做几年之后 你可能就会感受到这种经济压力 那你其他方面呢 又没有说特别的 特别的吸引人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就会离开的 在听故事FM的时候 如果你想阅读本期故事的图文版 或者是想上节目讲你的故事 那欢迎关注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 在那里你能找到所有你需要的内容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刘斗制作 声音设计孙泽宇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